一根木头就价值上亿的陵木,你见过吗? 它就是汉广陵王刘须木,是汉武帝的第四个儿子, 也是海昏侯刘鹤的叔叔。 海昏侯木里的所有黄金加起来, 也没有他叔叔木里的一根木头柜, 在木中就能看见这座陵木里陪葬了许多木头。 而这些并非普通的木头,而是价值上亿的金丝楠木。 据说里面放了八百五十六根两千年树林的金丝楠木, 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保存最完整, 也是唯一一个黄肠提凑用了金丝楠木的汉代木。 金丝楠木在我国是最值钱的就算扛一根回去, 就够你吃上一辈子了。 那为什么刘须木里埋葬了这么多金丝楠木呢? 从这些木头的数量就可以看出来, 他这个木是用了五百四十五立方米的金丝楠木, 戈壁他的王后也用了四百五十立方米的金丝楠木。 两口子夹起来就把整个扬州的金丝楠木用光了, 也正是因为金丝楠木千年不朽的特点, 所以他死后才把所有的木头都埋进了木。 所以整个木式结构是完全没有变形的, 跟两千多年前的样貌基本保持了一致。 据史书记载, 汉武帝并不喜欢这个儿子, 说他整天游手好闲, 不务正业, 平时闲着没事干就跑去等狗熊打架。 刘须只要一天不惹事, 就浑身难受跟他侄子海昏侯刘鹤有的一拼。 根据这件为木主人量身打造的金丝玉衣可知, 刘须是一位一米八八的肌肉壮汉, 按理说只有皇帝才能穿金丝玉衣, 其他人按照等级用银玉铜与丝铝, 但这件金丝玉衣是用了两千多片玉片, 外加两斤的黄金打造而成非常奢华, 古人认为穿上玉座的衣可以让尸体不服, 保持灵魂留在体内, 这种做法在汉代流行, 这么高规格的木葬, 应该出土好多随葬品, 只可惜早在东汉就被盗了, 只剩下盗墓贼留下的梯子了, 现在这些梯子也成为了文物了呀。 这些梯子也成为了文物了。